这一次的选择会让杨子万劫不复,还是会锦上添花 不久前为了宣传电影,消失已久的贾玲带着自己报受的消息回归 在众人因贾玲而关注热辣滚烫的上映时 有一名演员的宣传也受到了众人的关注 当红女演员杨子也转发了贾玲电影的上映消息 本以为杨子仅仅只是对贾玲表示支持 但有细心的人发现杨子竟也是热辣滚烫的主演之一 随后杨子便在社交账号中发布与贾玲、张小斐共同跳舞的视频 但要说为何如此多的人都没注意到杨子的参演 原因还是在杨子本人身上 由于自己主演的新剧《要久久爱》也是在近期播出 所以杨子近期更多的是在宣传自己的新剧 对于参演的电影宣传就少了许多 不仅如此,临近年关,杨子也并没有闲下来 如今的杨子依旧在工作当中 由他主演的古装剧《国色芳华》在前不久刚刚开机 工作繁忙必定无暇顾及更多的事情 但得知他出演的网友们却是激动了起来 凭借杨子如今的名气,这个电影必定汇报 而对于他的新作,网友们也是抱有十足的期待 作为手握多部暴剧的90顶流女星 杨子无论是带播剧还是在播剧都引得众多粉丝期待 最近写给90后的情书《要久久爱》热播 一如既往地引起了收视狂潮 仅仅才播出几天,多个榜单都是位列第一 虽然这部剧的重点不在爱情 但他和范城城青梅竹马,加酒别重逢 加双向暗恋的剧情还是触动了很多观众 这一脚算是把所有人都踹进了他俩的坑里 怎么也爬不起来 盼望着两个人能够早日捅破那层窗户纸 不过对着对CP的沉迷 在看到杨子在国色芳华中的最新造型时 又短暂地出了坑 这个造型的杀伤力有多大呢 白沙遮面,一看到就会想到 他在《香蜜沉沉浸如霜》中 所饰演的《凡戒圣女》 都说悲剧最令人难忘 虽然锦觅和凤凰经历了多番考验 但云流水度此生 但那个说等你回来的圣女 还是没能与出征在外的帝王 见上最后一面 成为了很多人的一难品 除此之外 看到这个围帽造型 也会想到杨子在长乡司里的小妖 无论是妖闲 妖精还是妖柳 各自都有着些许的遗憾 最重要的 还是希望这第二部能够早日播出 给剧中人物一个结局 也给观众一个圆满 如今又再次看到围帽造型 不知道又会是什么样的剧情呢 让人好奇不已 不得不说 唐妆真的是绝美 在阳光的照耀下 显得皮肤十分的白皙 可以看得出来 在这部剧中 杨子比长乡司中瘦了许多 单薄的衣物显得他十分轻盈 人很美 但还是想说 后面的莲花制景看起来有点假了 不过这也是没有办法 冬天拍下景 确实是比较麻烦 就不知道剧组 有没有趁前两天下雪 好好拍一拍雪景了 毕竟大自然的美 和人为制造的 还是有一定的区别的 在这微貌之下 杨子的装造也是十分细眼的 布蓝色的绢花和他的衣服就很搭 虽然简约 但也不失精致 看起来就十分高雅 当然 除了搭配淡雅的绢花 剧中也不乏豪华的精士 看起来就豪华了很多 每一个造型 都给人带来不一样的感觉 不得不说 在这部剧中 杨子的状态真的是绝好 没有一丝碎发的修饰 看起来十分的干净利落 虽然唐朝装造繁华 但杨子的造型 并没有违章建筑的感觉 简单干净 就十分符合和维方独立 事业女性的身份 和李线站在一起 看起来就十分的搭 让人梦回 亲爱的 热爱的 这种前世今生的感觉 就很美好 看到李线和杨子二搭 很多网友都是十分的兴奋 虽然才开拍不久 但早就有网友在叫平台 如何让国色芳华成为暴剧了 确实 播完亲爱的 热爱的 再播国色芳华 观众肯定停不下来 而且李线戴这部剧中的颜值 也没有被拉低 就算头上红花 也不显得俗 身穿红袍 头戴红花 反而有一种壮元狼之感 不得不说 两个人站在一起 就给人一种老夫老妻的熟年感 仅仅是走在一起 什么身体接触也没有 氛围也像是在冒粉红泡泡 真的是太期待 这部剧的早日播出了 不过尽管杨子的代剧能力被公认 然而 有部分网友们看到演员表后 纷纷表示了对阵容的不满 开机现场 除了杨子、李线外 其他演员几乎无人认识 尽管其中有一位屠颜松的老前辈 但整体而言 演员阵容的陌生度 引起了不小的争论 对于关注而言 除了主演之外 阵容的熟悉度 也是评判一部剧质量的重要标准之一 但也有人认为 或许这是一次为新演员提供机会 毕竟2023年暑假的长相思 就是最好的例子 近日 《人物》杂志刊登了十位年度面孔 杨子作为唯一一位女演员 荣登年度面孔C位 红色的短裙 让她在所有人中显得格外亮眼 出色的成绩 让杨子成为2023年度人物 面孔实至名归 杂志还对杨子做了一个人物专访 第一个问题 就是让杨子用一个字 形容一下她的2023年 出人意料的是 杨子回答了两个字 类合文 2023年杨子是忙碌的 长相思第一季播出 还有《成欢记》 要久久爱两部剧《杀青》 参与了贾灵电影热辣滚烫的拍摄 到了12月底 杨子又进剧组 这个类字 确实是杨子这一年的真实写照 文字对于2023年的杨子来说 他是说的保守和低调了 杨子出演的长相思 是年度暴剧 他自己是年度电视剧演员 并且第三次拿下微博Qing 这些成绩对一个演员来说 意味着这一年收获满满 对杨子更是意味着飞生的一年 无论从演技还是人气和口碑 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那么杨子是如何从无戏可拍到 如今的爆款制造机的呢 虽然年少成名 但杨子的演艺生涯并不顺利 其中最大的障碍就是颜值 最为信任的同享长辈宋丹丹 曾说他长相一般 不适合演戏 这对他的打击非常大 在很多次采访中都提到过这件事 说实话 我原来也不太吃他的长相 占长沙 大家都说很好看 但我每次一看到他的娃娃脸 就会有点出息 但他怎样去雕琢自己呢 他有一把刀 不是插向别人 而是插向自己 硬生生地把自己雕刻成另外一个样子 而且他说 他最难的就是减肥 鼻炎打戏摔跤 吃苦受伤还难 但他只要角色需要 就会去减 一减就是十几二十斤 这真的是盟女才会有的意志力 毕业后 他有很长时间 没有接到过好的剧本 还总是担心被换绝 于是只能走亮 从家有儿女到欢乐颂 这中间他真的演了好多不知名的戏 演一部报不了 那演十部 总能报一部吧 在2016年 杨子做出了一个重大的决定 他要出演古装剧 虽然很多人告诫他 他的五官并不适合拍摄古装 但杨子他已经没有其他的选择了 他受够了没有戏拍的情况 他无法再去面对自己 没有拍戏的恐惧感 为此他必须要做出改变 之后的杨子 无数次地称赞自己如今的决定 青云之大爆后 他再次出现在镜头下 只是这一次的他再也不会放弃 之后的他将自己的时间填满 不给自己留下一丝一毫的休息时间 他对这种充实感满足极了 但沉迷在有戏可拍的杨子 并未发现 现在的演艺圈 与曾经似乎有些不一样了 为了弥补多年无戏可拍的痛苦 杨子几乎只要是有好剧本 便会硬下来 这样也让那些不怀好意的演员 总是找上杨子 在多次被牵连后 杨子近乎崩溃 一次又一次 辛辛苦苦拍摄几个月的剧 却久久播出不了 这和之前有何区别 还不如没有 被折磨至此的杨子 最终只能选择提高要求 这样也让他的演艺之路 更加的艰难 虽然杨子的演技很好 但他所面对的演员 也丝毫不逊色 在此情况下 外界对于杨子演技高低的质疑声 也越来越大 面对这些质疑杨子曾经的自卑 渐渐浮上心头 或许 他们说的是对的 我真的没那么好 杨子的回避 让那些声音越来越大 但不是所有人都没看到他的努力 杨子曾经活泼的性格 感染到过很多人 他们在受到杨子影响后 一直关注着他的努力 他的腿迷 也被众人看在眼中 心痛不已的他们纷纷下场 为杨子打抱不平 面对这些帮助自己的人 杨子也逐渐振作了起来 自己的背后 还有那么多人支持着自己 在此之后他明白 在这个圈子最重要的辨识自信 以后再也不会陷入自卑 自己会用作品证明自己的实力 而这次的国色芳华 或许就是杨子对自己的一次挑战 这次成功会让他的道路 比如今还要宽广 他将凭借这次的作品 对抗外界的质疑 这一次他会证明自己 不会辜负他人的期待 杨子的成就并非一蹴而就的 他的成功 来源于日积月累的努力与坚持 他的过去坎坷无比 但他不会再回头 他的未来必定是一路向前 对于前方的荆棘 不会有任何畏惧